就在今年的八月份 国际实用涉及联盟在印尼举办一场涉及锦标赛 在会场当中出现了中国选手 试图把挂在赛场上的 七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拆下来 不过台湾实用涉及协会在粉砖上PO出 从2025年开始参加相关的比赛 不能再用台湾也不能出现国旗 来听选手说法 中国打压这个部分是不可否认 一定有一些受影响 但是最大的主因还是奥运要进去 就是必须要遵从我们国际的规范 必须要改名成Chinese Taipei 才有办法帮助协会 帮助这个运动走入奥运 我觉得选手最大的目标 心里面都心知肚明 我们就是为国争光 不管说我们今天拿中华民国旗 还是这个梅花旗 相关涉及比赛 不能再用台湾的民意参赛 让选手感到相当的无奈 希望国际实用涉及联盟相关的赛事 能够被列为正式的体育运动 也只能尊重国际奥会